最害怕小米汽车崛起的可能不是中国车企 而是德国 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行啊 德国媒体曾报道过 西方车企对于小米造出来的SU7非常震惊 倒不是说害怕小米这个公司 而是担心站在小米汽车背后的中国汽车产业链 比如小米SU7动力电池供应商有宁德时代 比亚迪 驱动电机有汇川 联电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三安 军胜华语等等汽车零部件企业 而小米呢 他们造车水平肯定比不上欧洲车企 但是小米压根不用担心造车问题 他们只需要做自己最擅长的软件就行了 比如智能座舱以及智能驾驶 目前小米汽车的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研发团队都超过了上千人 再加上小米在手机领域多年的技术积累 不敢说智能驾驶能够达到华为那种级别 但是车机交互的智能座舱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相比之下 欧美车企就难产多了 大众早在2020年就组建了Carrie的团队 他们要打造一个牛批的汽车操作系统 比如智能交互 智能驾驶和智能互联等功能 为了这个目标 大众不仅投入了600多亿人民币 而且几乎难过了集团所有的软件人才 然而他们的计划还是失败了 除了大众 宝马 奥迪等车企也是如此 他们为了汽车的电动化 智能化费尽心机 甚至破釜沉舟 宣布终止内燃机的研发 不再造燃油车等手段 来刺激企业内部的积极性 但是都于事无补 要知道 新人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智能化时代 如果不能在智能座舱 智能驾驶上取得突破 那么在未来就有可能被淘汰 因此他们非常着急 最后只能找中国车企合作 比如大众花了50亿元入股小鹏 想利用小鹏现有的智能座舱 智能驾驶技术 来完善自家的部族 欧洲另外一个汽车巨头Stellentis 花了15亿欧元入股领跑 并成立合资公司 其中 领跑主要负责技术支持 还有像前段时间媒体爆出 奥迪将会采用华为的制驾方案 来补充自己的短板 可以说 为了追赏中国汽车制驾 欧洲车企已经是拼尽了全力 却依旧被中国甩在了身后 在认识到差距后 他们终于放弃了 与中国竞争电动车的念头 本来放弃也没啥 毕竟欧洲车企的技术优势在燃油车 他们对汽车智能化的失败 可以找很多借口 比如研发成本太高 消费者不认可 电动车还有缺陷 中国起步比较早等等 总之一句话 就是给自己放缓汽车电动化 智能化找一个合理适当的理由 有些消费者不一定要接受这个借口 但是可以营造出欧洲车企 没有输的氛围 让他们可以慢慢攻克技术难点 找到反超中国电动车的契机 然而小米的出现 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他们宣布造车才三年不到 布局比欧洲车企还要晚 如果连它都能做成 那么就会证明了两件事情 要么欧洲百年车企不如小米 要么中国汽车产业链 已经彻底超过了欧洲 不管是哪一个 对于欧洲车企来说 都是非常致命的 以前欧洲汽车技术领先非常明显 提起大众宝马单品牌 一定是被大家称赞的 他们可以靠着技术垄断带来的优势 在中国卖高价车 如果没有了这些优势 那么他们高端车的神话就被打破了 中国消费者乃至全球的消费者 还能再次认可吗 当然不会了 这就动摇了欧洲车企 立足的根本 按照德国媒体的说法 小米下场造车 是一场不亚于汽车行业重组的变局 拥有可以让德国高档汽车 下排桌的风险 这个说法并不是要夸小米 而是暗示整个中国汽车产业链崛起 不可避免 这才是他们害怕小米的真正原因 因为它的背后 站着整个中国汽车产业链